系纸的前东瀑布沿线风景相当优美 还可以通到四分尾山 很多民众早上和黄昏的时候 都会来这一边登山践行走一走 也有人说这是一条私房的登山路线 相当珍贵 喜欢拍照也推动安全社区认证的理事长胡朝靖 他就表示 前东瀑布这个地方真的是老少嫌疑 一个星期他都会来好几次 一边运动一边享受分多金 人人都可以更加健康 群山环绕形成了瀑布奇景 沿着情境路再往里头走 来到这里是前东瀑布 走上步道可以看到Y字形瀑布美景 清澈的溪水 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形况神移 而这样的环境也吸引许多人造访 也成了他们口中的秘境 就算搬家但还是他们心中的最爱 只要来台北就会来走走 像这样早晨运动享受分多金 这边以前我是常常来最喜欢的地方 但是现在因为搬得比较远一点 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常来 每次回到台北一定会来这个最爱的地方 这里空气很好 而且在离市中心很近的地方就有瀑布 分多金又很高 对身体也很好 这个汐止一个很有名的铁龙瀑布 它如果下大雨的话这个瀑布很大 那最近比较没有下雨 但是秋劳福这几天 这边非常凉快 而且分多金很多 这个地方非常适合避暑的圣地 我大概几乎一个礼拜来三四趟 尤其是早上的时候 最好是五六点的时候 那空气最好 我觉得这个水很冰凉 泡起来很舒服 才刚推动汐止区安全社区认证通过的 理事长胡超进也是前东瀑布的拥护者 一个星期好几天都会来报到 一大早来伸展四肢 而且就这么打赤脚 有时就站在水里 这两天秋老虎发威 但是这里可是清凉的不得了 只见有人运动 有人坐着泡脚或是游泳 尤其周边还有步道通四分尾山 可以走走散步 近在市区 环境却远离市区 这样算起来是寒多 如果是暑假的话 水量还没有这么多 那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瀑布布 以前有一个瀑布古道 可以从这边绕上去 可以到四分尾山 大尖山 可以一连串的有一个践行的步道 我是平溪山地人 山丁一定要吃洗 所以对这个山 山里面的山水 非常的喜欢 尤其这种瀑布 很安全 也不会说有危险性这样 社会健康促进协会理事长 又推动安全社区 认为潜东瀑布 是离市区很近的美丽景点 值得推荐 尤其这几天水量 丰沛丰鸟叫 搭配瀑布水深 的确令人心旷神怡 九层慧林 细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